有鉴于地方上外籍移工与新著名朋友人口日益增多 为了让民众能够认识彼此文化增进交流 藤湖社区也响应社区营造计划 向文化局争取经费规划课程 并于日前办理多元族群越来越好吃成果展 当天除了有各社区带来精彩的表演外 也准备了台越两国道地料理 分享给民众品尝 希望藉由美食让彼此互相认识对方的文化 许多新著名朋友为了参与这场成果展 也用心制作了多道家乡美食 除了自希望让民众对他们的文化有更加认识外 也希望透过活动 让他们的同胞能更加融入地方生活 还有煮一大锅的那个椰子 笋子 笋子跟椰子 还有那个红烧鸟肉 也是我们越南最赞的 我来台湾二十年了 我希望那个 我介绍越南同胜好友 给他们那个 知道台湾有很多的 很好吃 很好玩的地方 我希望台湾人 一样我们都喜欢 我们的那个好吃的 先议员油耗也肯定 滕湖社区规划活动的用心 并期许借此能促进地方上 族群间的融合 使社会氛围更加和谐安乐 那像今天举办的成果展 包括一些新著名的一些料理 越南的料理 新著名大家一起出来在这个社区 一起做这个交流联谊活动 大家非常的好 那而且也包括这个整个族群融合来讲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说族群融合 在我们竹山的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越办越好 大家有个很安详 很乐群的一个社会 议长和胜丰也期许各社区与团体 能多多办理类似的活动 使族群间的文化能够广泛交流 并增进彼此间的情感 使我们社会大环境 能够更加团结且祥和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 好